另一方面 前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被控涉嫌挪用健康思维基金会资金的案件 总共47项失信贪污洗钱罪 今天开审 检控官拿督拉罗拉杰在开庭陈述向法庭强调 证人的供词和呈堂文件将一一证明 阿莫扎西明知道自己收到的巨款 都是来自非法活动收益 却执意挪动这笔原本用来帮助 贫困家庭的资金 控方江汇立正被告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 收取了两笔分别为1700万 以及425万的贿金 以及另一笔高达6500万令吉的非法活动收益 而部分资金流向显示 被告使用这些钱支付个人信用卡账单 汽车保险和入税 在案件开审前 法庭也驳回了这名巫统主席 要求法庭撤销诉讼的申请 阿莫扎西质疑控方援引2009年反贪退法令 及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融资和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对付他有违反宪法之嫌 不过法庭以被告提出撤销案件的时机过早为由 拒绝受理